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朗导演法赫拉迪的影片《人静皆知》是开幕式放映的电影 影评主要演员西班牙人克鲁兹与巴尔代姆 成为改变了游戏规则后的红地毯第一批影星 今年的甘纳电影节《走红地毯》接受了舆论批评 限制走红地毯的电影人停留的时间 并且严格禁止在红地毯上自顾自拍 不过关于红地毯 甘纳电影节与时俱进 接受电影界呼声于抗议 也将专为影视女性铺展 一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电影工作者将登走红地毯 不仅坚持女性的尊严 也抗议电影节魔爪对影视界女性工作者的威胁与侮辱 为了伸张女性尊严 甘纳电影节入选三部女性导演的电影竞争金纵旅奖 而今年的甘纳电影节第一次也组成由女性评委占多数的评审委员会 该评审团由澳大利亚女星布兰切特担任评委主席 今年的甘纳电影节除了红地毯上禁止自拍 还取消了参赛影片放映前对媒体先映的传统做法 另一个缺席被指示美国电影大亨制片人哈维·温斯坦的消失 他被指控性侵超过百名女性影人 报道强调伊朗导演和俄罗斯导演各因国内的当局禁令而缺席 伊朗导演帕纳西因无法获得伊朗当局的绿灯 而无法来到嘎纳介绍他的电影《三张面孔》 而俄罗斯持不同政见导演赛雷布·尼科夫 因被俄罗斯当局以挪用公款而指控被禁止旅行 另外今年甘纳电影节网络电影平台Netflix没有出席电影节展出活动 原因是甘纳电影节要求参展人员必须是 携电影院荧幕放映的电影参加电影节市场交流 而Netflix因担心受到限制而放弃甘纳电影节 以上是今天时段的娱乐新星报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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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